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10月20日 周日晚上,一甲继续进行,莱切将主场迎战费轮天拿 莱切最近遭遇三连败,球员士气备受打击 此番面对正处于两连胜的费轮天拿,莱切难逃一劫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莱切经济一甲表现相当糟糕 球队七轮下来只取得一胜二和四负 唯一一场胜利是主场1比0小胜卡利亚利 战绩差原因在于莱切经济进攻端疲软无力 目前未知,球队在联赛只攻入三球,是联赛中入球最少的球队 除了联赛表现糟糕之外,莱切一杯赛场同样碰壁 球队第一圈2比1击败一以球队曼托瓦 不过到了第二圈,面对已经降入一以的沙索罗 虽然莱切全场比赛射门14次,但是始终无法转化未入球 最后球队以0比2被淘汰出局 从莱切近期在一甲和一杯的表现来看 球队身陷风无力,导致他们进五场各项赛事 只取得二和三负,期间有四场失白果 以如此不堪的战斗力来看,莱切金扑只能打定输数 商庭方面,中场梅顿贝利莎因伤缺陣 费伦天达近期同时征战一甲,欧协连两大赛事 为了保证在欧协连的表现,球队在一甲以球稳位主 他们经济,一甲取得二胜四合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费伦天拿一甲的两场胜利都颇具含金量 球队先后战胜拉素,AC米兰两大强敌 爱把古蒙尘是这两场比赛中表现最好的球员 此次对阵拉素时上演没开二度 并在对阵AC米兰时攻入制胜球,是费伦天拿赢波的攻陈 另外,球队欧协连联赛阶段首战2比0击败新胜图 他们目前各项赛事正处于两连胜中,球员士气高涨 此行对阵近况不理想的莱切 状态更好的费伦天拿肯定可以带走三分 商庭方面,中场罗兰杜文达高拉,音伤缺陈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ST teachers,在最大的のでأن他们明白 LS 在最大的部分之下 assists